民進黨立委許智傑 日前點名比較容易被罷免的九名 國民黨立委其中一人 就是板橋選區的葉元芝 兩人連日來隔空互槓 今天許智傑在立法院受訪時 大跳二四噸 要證明自己的體力 不輸給葉元芝 我們來看一下稍早的畫面 17 18 我本來看到葉元芝的法際線 以為他比我年長 後來我查了危機 他比我小八歲 如果說他真的要比年輕的話 我想他的確是比我年輕 但是如果要比體力的話 我大他八歲可以再讓他八噸 他挑戰16噸 我挑戰24噸 許智傑是不是選市長選到有點怪怪的 他在立法院跳24噸幹嘛 那個跳24噸就代表他比較年輕嗎 證明什麼我不知道 他好像是不是壓力太大了 許智傑這個怪怪的 你在路上遇到孝偉 孝偉跟你叫囂 你會理他嗎 許智傑會在立院跳起24噸 原因就是葉元芝之前上節目嗆許智傑 沒看過執政黨立委吃飽撐著 每天只想奪權去罷免不同黨 不同選區的立委 跳16噸也沒有比較年輕 而許智傑今天對葉元芝嗆瞎下戰鐵 要來比賽16噸 他願意加碼多讓8噸 如果葉元芝的體力輸他怎麼面對明年的罷免 沒想到才剛受訪完 葉元芝也在同一個地點回應 許智傑怪怪的遇到瘋子 你會理他嗎 也讓兩人的戰火持續延燒